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 征集虐待谢阳的7名湖南政府人员信息 抗战从8年改为14年 什么比时间更重要呢 新疆一名维稳干部 日前在微信中对维稳措施表达不满 被以妄议罪名遭到纪委追查 根据网上流传的一则 新疆政府部门微信群的内部通报说 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统计局干部郑贤威 1月26号晚间利用手机微信与妻子聊天 对自治区各项常态维稳措施表达不满 说三道四随意妄议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被就地撤职并拘留5天 郑贤威的所在单位负责人也被严重警告 这份通报在网络上很快遭到官方删除 哈尔滨民主人士余云峰就此事告诉本台 这是中共在向新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 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中共的官员 你们就要为中共做事 不要有任何的怨言 这也是为了杀鸡政府 想象所有的新疆那边的官员 就要告诉他们 吃着共产党 你就要为共产党去做事 严重的侵犯了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言论自由是宪法和规定的 无论是谁 都不应该是受到打压的 至少人家还是夫妻之间 在私信语言在聊天 做的是非常的过分 这份通告中还强调 在网络和微信等传媒中 发表对上级关于维稳安排的意义 会追究政治责任 甚至是刑事责任 此外干部家属出问题 干部也要担责 总部在美国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 近日发布公告 公开征集对709被捕律师谢阳 施以酷刑的七位人权失害者的信息 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 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失害者罪行的案例和证据 报告给美国国务院 使得美国政府能够根据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 对这些人权失害者进行制裁 这七个人是 国保支队第六大队教导员 叶云 这七个人都是对709律师谢阳 实行包括酷刑在内的人权迫害的 直接参与者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公告表示 征集这七个人的信息的范围还包括 他们的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照片 实施人权侵害的具体情节 个人财产 以及他们的配偶 自律的相关情况等等 青春佳节本是一家人宽度新年的团圆日子 但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复兴两年半后 于去年11月中旬出狱的广东维权人士 王清盈 经爆出家暴的消息 王清盈的妻子曾洁山 大年初二在网上发文称 王清盈出狱后性情大变 容易动怒 他近日被王清盈打伤 家暴后一直没有跟王清盈见面的曾洁山 1月31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他以前没有这种情话 但是具体什么原因的话 可能要我们都先分开 先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 因为也是怕有再度的这个危险 就是命危险 感情里面挺恐惧的 今天也没有一个特别多的想法 就是感觉状态不太好 然后心情也不太好吃 不太应该说话 中国农历新年期间 国家信访局等信访部门停止接待各地访民 但是访民们仍然前往中南海向领导人拜年 深渊 不过结局都是被遣返或送往马家楼和酒精庄访民接待站 在接待站 但访民可以领取两个馒头 一包火腿肠和一包榨菜 然后离开 访民透露 各地解放人员则已经抵达北京 有500上海访民已经被从北京遣返 继续遭到羁押 王扣马便是其中之一 他告诉本台 我是昨天要回上海的 我们初一初二在那里都被他们扣了 昨天又有一批男人 他们挂了两天以后 今天到上海早上 那么我们也在呼吁 因为中央不是一直在强调 就是过年跟着不小心飞放 凭什么他们给中央领导去拜天 凭什么抓他们 我们认为这次做法很不同 访民们表示 地方政府人员已经买通马家楼接济中心 准备近日大批前返访民 因为争地不长不合理 而一直拒绝拆迁的广西北海市 白虎头村村民 春节前夕 在家外挂上抗疫字眼的春联 要答对当局强拆的不满 但是大年初二下午 当局出动十多人 趁村民不在家之际 把所有春联撕掉 另外大约两周前 已经有十多家 白虎头村民的房屋被抢拆 无家可归的村民 就在废墟中搭检疫的帐篷过年 继续守护着家园 白虎头村村民高先生 1月31号对本台说 白虎头村是2000年广西撞组自治区的恢复性改造中 被指定拆迁的对象之一 由于补偿过低 遭到村民集体反对 村民们说 其后政府还会继续过来强拆 他们感到很无助 专门研究编排百富榜的机构 胡润研究院 日前发布 2017中国高净值客户海外置业展望报告说 2016年度 全球房价涨幅前十名 均是中国大陆的城市 涨幅由高至低 分别为 合肥 厦门 南京 无锡 深圳 杭州 上海 福州 郑州 以及北京 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城市的涨幅 都超过了40% 许多人将高房价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 根据统计 自1999年至2016年 中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已经突破31万亿元 2016年 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700多亿元 增长超过了15% 香港特首选举选情日趋激烈 被认为是梁振英2.0版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被指已经得到中联办的权力协助拉票 有政党在中国新年期间到中联办抗议 批评中联办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插手特首选举这一特区的内部事务 请看陈盘的报道 大约10名共党成员 大年初二从西环的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 他们一路高呼抗议的口号 批评张晓明为首的中联办势力 施压特首选委 支持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 中央的部门是没有权干预我们的选举 更加不应该赤裸地插手进去 影响选委 甚至跟一些人做幕后的交易 这些行径已经充分显示 中联办中央这种干预 已经不将香港人放在眼内 也都完全违反基本法 违反一国两制 违反港人治港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的选举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中联办继续破坏基本法第22节 香港只会累积更加多的愤怒 中联办拒绝出来决信 抗议人士将新建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 然后和平离去 台湾的日新注字行 保佑着全世界最后一套 能够铸造出繁体中文签字的铜模 不过这套铜模 已经陆续出现崩损的情况 日新注字行日前发起目字计划 希望华人世界一起来抢救这项 正体字的资产 请看黄川媒的报道 隐身在台北市太原街巷弄的日新注字行 尽管店面不起眼 却珍藏华人世界最后也是唯一 繁体中文签字的铜模 但是40多年过去 修复的速度却赶不上铜模崩坏的速度 日新注字行老板张介冠表示 它已经崩坏了 修得回来吗 张老板在募资平台发起 字体同模修复计划 在社群网站获得热烈回响 小店里来了不少支持张老板梦想的游客 李小姐表示 我想要来帮忙吗 就感觉这是一个传统文化 应该要一直去下去 李小姐表示 帮自己做 然后也支持她 日新目前拥有12到15万个字的铜模 预期要制作30万个铜模 每一个字的开末成本要价人民币1400元 估计资金缺口要人民币6000万元左右 张老板透露 日本和大陆方正集团也找上门愿意一注资金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条件却是要拥有所有字体的版权 这些旧有字型都是百年前由书法家写出来后 再由传科师傅一个字一个字刻画出来 充满人的韵味 老板怎能轻言割舍 我不愿意让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轻易的到由别人来承接 别人的付出 我们不敢说它是有什么私心 但是我们更想把我们所拥有的留在这块土地 让这块土地的人们大家一起来完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教育部最近公布 2017年开始中小学教科书涉及抗日战争的八年抗战 一律改成14年抗战 八年或14年哪一种更符合史实呢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对美国华盛顿 亚太二战浩劫纪念会后任会长熊元杰的采访 来了解中国的抗战历史 今天请看采访的下半部分 上次节目我们谈到了中国的抗战史 究竟是八年抗战还是14年抗战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有关抗战史实的故事 今天来宾依然是亚太二战浩劫纪念会后任会长熊元杰先生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节目恐怕就从八年14年可以牵引出我们更多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我不否认共产党出了力打日本人 但是呢我说整个事情的主导对日本人的主导 花了最多心血的人应该就是我们的蒋委员长 他从安类开始 然后到最后跟日本人最后的决战 决战 那我们从六年从八年改成14年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的历史的本质 历史是真实的故事 你不要给我改历史的故事 你不要改这个历史的内容 你把时间你说是14年也好 八年也好 讲出话不是一个重点 我个人还希望 就是说让国际上知道 我们是真正14年 这个是受尽苦头 是这个在各样的媒体的评论中间 有一段就这么写的 他说如果是毛泽东邓小平 他们不会主张把八年改成14年 因为前面六年 就像熊元杰先生提的 那段时间共产党是在疲于奔命的 它是这个几乎是要遭到剿灭的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的话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 所以呢就是对共产党来讲 多出来那六年并不能够说明 它在抗战中有任何功劳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那时候东北有这个抗日联军的抗联 抗联有共产党的这个主导 但是现在有讲呢 第一个他所这个占的比重如何 第二个他背后支持力量 到底是不是还有苏联的角色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共产党来讲 恐怕他要想尽方法的是这个 现在要维系他的政权的正当性 我看到这个西方的媒体 例如纽约时报也提到了 就是说他要塑造一种形象 就是共产党是很早就接诛了 这个抗日的这个大旗 那么这个十四年中间共产党如果是八年 共产党抗战那显然就不如共产党十四年抗战 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他在这个中国统治的正当性 所以呢就回到了您最初前面开头的时候提到了 恐怕他还是为了考虑他政治上的需求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与人为善 你现在改成十四年 那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一段一段的历史给公布出来呢 你一段一段历史公布出来 我就看你公布的是怎么样 我我先不不说你会怎么个编排 但是我我希望你是能够真正忠实这个历史 能够把历史写出来 你看看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朝代 清朝清朝的乾隆皇帝 他对明朝的一些这个以前打那个金乌珠的 那个将军们 明朝的将军们到后来 他都为他们立传 为他 就是说他对前朝的这个真正的忠心的人 忠诚他是非常尊敬的 再讲我们一直在骂日本人 你改历史 你不承认这个以前的历史 现在轮到我们 现在轮到你共产党 可以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时间来写历史 那你是不是也要学这个小日本人一样 写出来历史 这个引起所有人的这个质疑 和这个去挨骂 所以我希望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次共产党 就是好改成十四年 没有问题 我希望你也是能忠实历史 把历史好好地写出来 很简单的一句话 十四年也好 八年也好 真正主导对日本抗战的 就是国民政府 有一个历史学家提到了 要呼应这个熊元杰先生的观点 就是历史啊 应该是还他本来面目 他说现在呢 我们批评日本人 篡改历史 我们自己啊 更要忠实地反映历史 没错 特别是 现在这个网民啊 网民的意见 本来就是 本来是这个千奇百怪了 都有的 但是这个 他发现网民说 日本人改历史 所以我们也可以改历史 他说这你就中了敌人的计了 你去不就变成跟敌人 是同样的水平了 这样子 敌人是一个不受尊敬的 你自己也同样是不受尊敬的 所以呢 这里面很多网友 其实回应就说 你不管怎么样计算呢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提到了说 这个在之前的 十四年里面的前六年 并没有正式宣布对日抗战 没有宣布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按照当时 国际联盟的规定 如果你进入战争状态的话 你其他的这个会员国 就不能对你提供军事援助 而中国那个时候 确实需要其他国家军事援助 所以他没有办法对日本宣战 对 我不记得了 这个中国对日本宣战 是在哪一年 是到珍珠港之后了 OK 所以他七七开始 他是跟日本讲 我这个不能忍了 我要跟你打了 OK 但是他没有正式的跟日本宣战 是的 而且当时 当时蒋介石要宣战 很多国民政府的这些 大佬并不赞成 比如像胡适 像孙科 像傅斯年 这些人都觉得 他们 他们倒不是说投降主义 说这个不要跟日本人打 他们是看得出来 以当时日本的军力 我们我们这个国府的军队去打的话 就是打不过 一定一定输 那蒋介石 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把大后方搞定 我就是不能再忍了 我要跟你拼了 所以这一点非常值得 大家尊敬他 所以这个我们看了 其实过去这几天 很多的这种回应 或者评论里边 提到了 比方说 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你要讲两个中国 其实那个时候开始讲中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日期是1931年11月7号 是苏联的革命纪念日 国庆 那是什么日子呢 是在918之后 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所以如果你要认真研究起历史的话 不管8年还是14年 在这个和苏联 航瀉一气的时候 面临日本人 步步禁逼中国的时候 共产党在那个地方 搞出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那么是不是自己要诚实 面对自己在那段时间 究竟你的所作所为 你对这个国民的 这个引导的方向 这个是应该在 你要8年也好 14年也好 你要好好反思的 对 我再补充一句 他在这个民国32 1932年的1月3号 他把干州给打下来了 江西的干州打下来 他就是那个 苏维埃政府就是在干州成立的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那个时候面临的这种外坏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内部有非常大的动乱 然后你要蒋介石去打外面 不要安泪 你自己在里面 成立苏维埃政府 说得过去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天的很多这样的讨论 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评论 尤其是很多评论中间提到一个反思的问题 说我们每次讨论到中日之间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觉得日本人的反省是不够的 尤其是对照像这个德国人的反省的时候 我们觉得日本人其实是对不起他自己的子孙 因为终究人要为自己不肯承认错误 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可是我们在指责日本的同时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要反思 反思有两方面 第一 我们在抗战胜利之后到今天的几十年 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站起来了 这个所谓站起来者也 不只是我们的军事力量 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 也包含我们的社会伦理道德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也 我们是不是真的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 让日本人知道 他们不只是在军事上败给了这个民主国家 同时他们也在诚实这件事上败给了中国 这才是我们赢得抗战胜利的真正保证 讲得好 我赞成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你觉得现在究竟有多么高的比例的人 或者是到了什么样程度人开始有这样的反思 因为网友的回应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他的比重是多少 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 我就是这个怎么讲 领导人 领导人必须要站起来领导这个事情 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网民在有这个百万千万的有这种思想 并不能够影响 整个国家的整个国策 所以我希望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们的习主席 他是聪明人 他心里一定有数 他也读过历史 他应该知道真正跟日本人打仗 主导抗日的是国民政府 所以我就希望这种这种就是说 已经是历史了 你没有什么道理说 我还要去 扭曲这个历史 对不对 这个已经过去了 虽然不是好像不是很风光 我这个是别人领导的这个抗日 但我共产党多多少少 我相信他们的游击队 也打了一些 打了一些这个日本人 对不对 你这个可以提这些东西 不必把这个整个整个 整个历史盖过来 你今天习主席 你可以盖 你再过十年十五年 你还盖得下去吗 这历史是永远盖不下去的 就像日本人 他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改 一九七零年 日本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做永三郎 我没记错的话 他又把那个南京大屠杀 和这个侵略 这两个字 又给加进 这个经过法律程序 给加回去了 然后这个一九 好像是一九八八年吧 他们又改了 又把那个几个字给拿掉了 所以所以我我意思是说 如果我是这个 有这个权去写这个历史的话 即使是我自己的错 甚至我父亲的错 我是老老实实的会写出来 这个是历史 我由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众 这个大家去看 这个我觉得知首遮天 这个越遮就是 我最后想请教一个问题 熊元杰先生 因为我知道您这个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了 我也听到台湾的朋友讲过 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北京政权的观感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怎么诚实面对抗战史 因为他们很多的父兄 他们曾经在抗战中间 甚至牺牲过生命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诚实的 公正的面对抗战史 对于台湾 恐怕也会有比较多的吸引力 任何一个老实人 诚实的面对事实的话 都会引起人 人家对他的尊敬 倒是你这个 使不承认的话 反而会让人家看不起 所以你讲的完全没错 我的一些朋友 有些朋友是这个父亲 以前还是参加过抗日的 他们当然希望我前辈的贡献 能够真真真真真实实 繁衍在这个历史里面 你如果说把他们的这个功劳 都给刮掉的话 这个让他们心里是 对你就捡了很多的尊敬 更不要说认同了 对对 今天这个非常高兴 熊元杰先生 亚太二战浩劫纪念会的 后任会长 来我们节目中间 谈八年抗战 还是十四年抗战 谢谢你熊元杰先生 谢谢你 也谢谢我们观众 听众朋友的收看 再见 好的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 浏览更多的内容 我是李泽宇 感谢您的收看 与收听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